随着世卫组织前往中国的武汉调查团溯源小组 离开武汉实验室 代表着这一波溯源工作已告一段落 专家组得出的 实验室不具有研究新冠病毒能力 实验室不存在 拥有活性的病毒 实验室安全规格 数一数二 病毒和武汉 毫无关系等结论 让所有针对武汉的阴谋论不攻自破 下周 溯源小组将撰写报告 将得到的一切结论向全世界公布 为武汉洗刷所有园区 同时 世卫也确定了 将会前往其他国家继续展开溯源调查 日前 世卫组织公开宣布 在武汉的溯源并不是终点 而且起点 溯源工作的范围应该是全世界 这一项科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尽管世卫没有明说 下一站会前往哪个国家 但已经有了 全球溯源计划的雏形 这一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不是吗 意大利2019年11月出现的新冠病例 2019年夏天检测到的病毒 印度2019年5月份左右显露出的疑点 西班牙2019年3月 在沸水中检测到的病毒 都是值得溯源的对象 不过 还有一个嫌疑最大的国家需要调查 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 尤其是那个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里面到底有什么 没有人比美国是更清楚了 美国一直揪住武汉实验室不放 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 美国是不是该解开全世界的疑惑 让世卫组织查一查 德特里克堡了 要说这所实验室的真相 还是美国人自己突然爆出来的猛料 美国一名印度裔专家Hill表示 这所实验室的一名教授 Leigh Baric 用多种病毒基因合成了 名为新冠的病毒 结果不久后发生泄漏 当地居民几乎无一幸免 病毒蔓延的地区 在美国东北部 CIA立即展开行动 封锁了一切消息 将所有原因都归结到电子烟上 在美国持续蔓延数月 直到武汉发现不明病毒 美国所有疑难杂症全部消失 这一则爆料并非空穴来风 而且实打实的证据 让人感到更加可疑的是 美国各界莫不对此事三肩其口 连回复都不愿意 或者说不敢 这就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了 美国是有必要证明这一切的 舆情需要保住超级大国尊严 舆里则需要执行 是为组织成员国义务 必须开放实验室 让专家们调查 不然 美国则永远无法洗清嫌疑 未来的每一天 都要和新冠病毒划等号 美国将会和新冠病毒划上等号 不然最新冠病毒划上等号 も可以把则永远无法洗清 不然最新冠病毒划上等号 来自用冠病毒划上等号 有数冠病毒划上等号